防務警察晚上去到領工大學外 和示威者爆發衝突 汽油彈、催淚彈在十字路口横飛 示威者退入理大校園 理大學生部編碼會說 理大校董劉炳章子 校方已經通報西九龍總警區 政府就說理大隔離的紅帥短期內 不能夠重開 陳偉恩報導 晚上大約10點 多個示威者由領工大學 走到七鹹渡南和阿士丁度交界 當時防暴警員在七鹹渡南 更加連威脫到列陣 示威者釘出多枚汽油彈 警方舉黑旗和鏟旗警告之後 連續發射催淚彈 另一邊就不斷釘汽油彈 十字路口煙霧離慢 來回行車線滿佈火頭 示威者之後後退 雙方都沒有停攻勢 警方持續推進 走到七鹹渡南的另一邊 持續了大約20分鐘 示威者就退到暢運道 有人受傷被抬走 差不多時間 紅帥口其中一個收費庭 再次被人中火 去到近11點 警方退回科學館對出 七鹹渡南和阿士丁度交界報防 示威者重整防線 有人把汽油彈綁在石油器官 之後有幾個人走出路障 再向警方釘汽油彈 警方稍微後退 大約11點半 另一批防暴警察嘗試包抄示威者 由科學館到走向暢運道 有人隨即向警方防線釘汽油彈 火堆多次爆炸 火堆多次爆炸 汽油彈攻勢繼續 警方舉黑旗警告 連發多門催淚彈 警方向警方向警方發催淚彈 校園內煙霧尼漫 有示威者去到校園平台 旁邊見到多個汽油彈和石油器官 有示威者 陳偉恩報導 就要這麼多汽油彈 謝謝大家 我們要給我們一首 一首就拉九時新聞 一首就拉九時新聞 感谢观看